在嘉義縣馬潮後工業區 可以欣賞浪漫的煙霧瀑布 還能喝一杯沁涼的繽紛氣泡飲 像是打卡熱點的地方 其實是年近一假死的 二氧化碳老廠的嘉義新廠區 專門出產食品級乾冰及二氧化碳 也是目前全台最大的乾冰銷售 及設備供應商 更特別的是 他們已經跟上減碳浪潮 他們擁有乾冰清洗技術 也就是用乾冰顆粒高速撞擊 來清潔物體 跟傳統的化學容器清洗方式相比 不只效率高 還不留污染物 讓許多電子廠都想導入應用 來看看他們如何在碳的循環經濟中 找到永續的方法 白夜瀰漫 小朋友身處迷蒙世界 彷彿藤雲架物 輕柔的雲海瀑布 是乾冰帶來的浪漫 我們箱子裡面裝的就是乾冰 那我們用熱水的方式 讓乾冰昇華的更快 煙霧效果就會越明顯 接著玩一場冰上驅棍球 這裡也有乾冰的蹤影 散撞乾冰被機器壓得緊實 小朋友用白色小圓餅反覆攻防 乾冰就是固態的二氧化碳 而二氧化碳還有不同模樣 細膩的氣泡跟荔枝醋疊豆花堆疊出 漸層繽紛的氣泡引淨涼解熱 要貌千兵萬化的二氧化碳 都來自老牌乾冰二氧化碳製造供應商 位於加一些鹿草香的新廠區 更特別的是這裡專做食品級乾冰二氧化碳 巨大白色除草 裡面都是液態二氧化碳 會隨著白色管路 一路連通到廠內機台 要把它多餘的氣態的部分給排掉 因為我們的瓶子的填裝 它是填裝液態的二氧化碳 汽水為什麼能擁有特殊刺激感 就靠灌進綠色鋼瓶裡的液態二氧化碳 汽水與液態二氧化碳混合成碳酸飲料 才會出現暢涼氣泡感 滿滿的綠色鋼瓶將送到氣泡飲料大廠 二氧化碳有液態 固態 氣態 三態變化 藉由壓力控制及項態轉換 就能製造出乾冰 我們會穿無塵衣還有帽子 是因為我們這邊的乾冰 是食品級的乾冰 然後我們要避免我們人體 從外面帶進來的粉塵或是灰塵 被我們帶進這間無塵室裡面 進入乾冰製造室大開機器 液態二氧化碳進入缸內釋放壓力 形成雪花狀被加壓擠進模具之後 粉筆狀乾冰一根根成形 乾冰低溫零下七十八點五度C 飄出陣陣白色煙霧 能直接加進飲料或供應給餐廳 烘除保鮮食物 也在疫情期間用來運送疫苗 乾冰的這個過程 它其實是有製患比的 那傳統的製患比相當的高 那我們現在開發一個技術 就是從這個製程當中的 沒辦法轉換成固態的 這一些氣態的二氧化碳 液散 我們把它捕捉下來 然後經由我們的技術 再回到乾冰製造機 去生產成乾冰 用來做乾冰的二氧化碳 原本得靠工廠燃煤製造 如今全取自於國內石化大廠 乾冰廠從原本的排碳 一舉變身環保負碳產業 在環境保護當道的年代 出現了幾個關鍵字 負碳排 淨靈跟碳中和 負碳排是指清除的二氧化碳 遠超過排放的二氧化碳 淨靈是減少所有溫室氣體排放量 碳中和則是透過減碳手段 抵消二氧化碳排放量 國法會預估2030年將投入近9000億元 致力將碳排放降至零 明年借零一甲子的老牌乾冰工廠 看見龐大的負碳商機決定擴大版圖 水上廠不服使用 然後剛好又有得知 有這個馬仇厚園區的規劃 就購買了這一個場地 然後把食品級的CO2把它分 自己先內部先把它分類 以後供應食品廠商的客戶用的CO2 或者是乾冰我們就在這個廠生產 衛福部在2022年將二氧化碳列入 食品添加物法規管理 在這之前從嘉義縣水上香發跡的 老牌乾冰工廠早已做主準備 進駐嘉義縣馬愁後工業園區 建立全新的生產基地 也找到全臺灣第一個氣體觀光工廠 這些來這邊嘉義設廠的工廠 大部分都是過去二三十年來 在其他地方設廠 那已經有累積一定的資本 他們來嘉義是來擴大他們的產業規模 或是更新他們的產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嘉義的工廠 一般來講大概最進步的 最現代化的工廠 大概你要看的話 就是在嘉義可以看得到 要搭上工業發展的列車 土地是很重要的資源 鄭竹不准形成農工大限的嘉義 就成為企業眼中的進駐標的 嘉義工有7400多公頃的台塘地 提供的嘉義剛好在這裡面 是可以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 嘉義現由農業生產轉變為農工病重 同時也跟上全球減碳浪潮 將溫室氣體二氧化碳重新運用 緩而能夠幫助環保 氣小如米粒一般的乾冰 卻能迸發出極大力量 原本黑漆漆的零件 經過乾冰清洗 銀灰原色顯露出來 除了是有高壓氣氯之外 還有我們的這個噴水 它有流到色系 乾冰它撞擊表面之後 乾冰它會膨脹八百倍 然後它膨脹之後就會把污垢 給帶離開來 乾冰清洗可以瞬間帶走髒污 同時氣垮消失 這個方式竟然也能夠幫助 臺灣企業渡過缺水難關 臺灣是亞洲最大的 半導體產業所在地 傳統的清洗方式 需要很多溶劑跟水 不只耗費人力時間 也造成污染 而這個步驟該怎麼優化 現在傳統的濕製程 比如說超音波清洗 溶劑這些清洗方式 高碳排的清洗方式 改成CO2的清洗方式 那CO2因為它清洗完之後 它就氣化掉 所以它整個製程當中 不會產生水或者是污染污 它的碳排會很低 當減碳成為全球險學 在國內以先進乾冰清洗技術 文明業界的乾冰工廠 在嘉義縣的土地上 運用循環經濟變出魔術 嘉義其實現在也在發展很多綠能 很多未來這個廠商 它就是ESG還有這個淨零碳排 它需要很多的綠能 其實如果到嘉義這邊來投資的話 可以比較容易去取得綠能 這部分的供給 那因為現實我們在這一塊 也有在協助這個綠電平台的部分 媒合廠商跟綠電業者來做一個綠電交易 結合企業智慧化減碳的實力 嘉義農工大限 著手開脫邁向綠能都市的願景